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韦诗豪这位是抢了对手一个反击 这位是自己打了 这是韦诗豪啊容易得分的位置 一打一的机会吸引两边防守 变向连续的走 打门这一脚踢飞了 卢冰冰一直跟在左边 这些熊呢 当然你就原则于格德斯自己的选择 卢冰冰 诶 这一下 这个裁判不可能看不见啊 又是张立萌 张立萌进 进不了直接的 他肯定还有二次进攻的机会 飞了 现在就能看右边张池能不能飞下来 你胸不作强啊 有没有越来啊 我们来的主棋 主棋当然是肯定最后这个旗鱼很明显的 关键这脚什么你也没打进去啊 喊的最多的一个词是up 对吧 我们希望防线顶得更前一些 格德斯 这一脚打得还真不错 但是非常正 你要推 杨立宇的传中球 好球 你看那个 进攻的方式 又是杨立宇的传中 杨立宇的传中本来就靠谱 再一次 其实严顶号马上就失误了 然后反抢 推进打到边路 非常高质量的传中 咦 这一点的门都死掉了 真可怕 尝试配合 张立萌 出席打门 有机会二个三 推一个小角度 这就是咱们说的 未必架回来是架炮 做回来之后 你要精准的推射 这种球完全体现了一个射手的素质 连续的两个进球的时间挨得太近了 我觉得这一下啊 把鲁能那边整个的这个火啊 我觉得就是明火已经浇灭了 只剩就有点像最终那点炭火了 也就这样 自立打了 这一下是暴力 我这个球啊 暴力带弯刀 我都觉得 我感觉要进了 纳的实力来讲 不说手拿把钻也是八九不离十 你看 又贯穿了二房三 你这球 这球没打进去啊 黄大雷扑得非常漂亮 连补射机会都没干 鲁能这次进攻 好球 我说能不能有 有没有冷静 这也挫高了 点回来 再来一球 徐欣的作用 摩依赛斯得分根本不是他的球 倒到自己 准备发力啊 真像啊 黄大雷应该是扑到了啊 这球砸也砸在了球门 立住内眼儿 但是真是运气不错 防线回不来了 恭喜保利尼奥吧 又入一球 赛前呢 也说到了 保利尼奥 这是新的职业生涯 单赛季的进球记录啊 来自日本的主打办 直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谢谢大家